业部长 郑委员你好 部长辛苦了 不会 在3月20号 在交通委员会这个地方 这个你是不是 有提到这个 有关泰鲁阁号 普悠玛号 因为它是这个 没有占票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票价 有考虑要调整吗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跟委员报告 昨天在那个花莲 我也跟花莲的相亲 有说明很清楚 因为那时候有委员 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普悠玛号 泰鲁阁号 还有传统的志强号 它都叫志强号 然后服务水准是很不一样 可是票价是一样的 抵达的时间速度 也不太一样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 这是什么原因 那我同意 就是说 台铁局 来就这个问题 来检讨 在年底前 提出一个方案 是不是不同的服务水平 有不一样的差别定价 但是我们这样子说的意思 并不表示 第一个 一定会涨价 因为所谓的差别定价 是有可能 比如说战票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折扣 或是传统的志强号 我们可以甚至收便宜一点 所以这个现在 都是配套在研究中 并没有说这个一定会涨价 或是不涨价 不是这样的 这一点 我们完全没有说会涨价 好 这个部长 确实应该是 这个服务品质 或者是说 它的停战的 这些不应该是一个 或者是它的速度 不应该是它一个票价的考量 这个同样都是叫志强号 只不过是你另外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以高铁来讲 高铁它有从这个停站比较少的 只停台中 然后就直接到左营了 跟它每一站都停的 它票价是有没有一样 一样 我们要求我们就花莲台东的乡亲 所希望的 所希望 长期所希望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有关 这些票价的部分 而是要看什么 你没有座位 你有座位跟没有座位 同样的那个票价 我们认为是 你没有座位 然后你卖了站票 你那个站票应该要打折 就如同高铁 高铁有所谓的自由座嘛 自由座它就打折嘛 因为你不见得会有座位 自由座 所以高 这个台铁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 去协助 花莲台东的这些乡亲 是 我想那个 在年底以前呢 当我们这个 请协式列车呢 136辆呢 全部进来之后呢 一票难求的问题就会解决 那只要这个一票难求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旅客呢 买票的问题相对简单的时候呢 其他的 刚刚这个委员提的这些问题 说是不是站票要折扣等等 才能够一并的来讨论 现在因为像有些自强号呢 已经很挤了 如果你把这个站票呢 又折扣折的话 可能有更多的人 这个站到自强号上 那本身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说 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一并的 做通盘性的检讨 部长 部长你也许你会很乐观的说 这个所有的新的自强号的列车 全部到位之后 就可以解决一票难求 我认为只是部分解决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措施的话 是 他只会部分解决 因为毕竟花莲台东的观光客是特别多了 我们花东的民众常常会抱怨 观光客都有 都有座位 我们花东的民众就是没有座位了 因为很多地方啊 我们没有办法用电脑来订票 在三期我们怎么用电脑来订票 电脑订票你没会要求是 你要几天以前就要去买 对不对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 尤其是原住民来讲 对那个东海岸来讲 对三期的民众来讲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实施 所以我们永远是占票 所以这个部分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遍请 我们一定一起来来来来来检讨 好吗 好第二个部分啊 就是这个转程接驳 转程接驳 当然你们考虑到都是高铁啊 什么其他的啊 这个部长 你在考量这个事情呢 不是只有铁路级的问题啊 因为你的手辖的啊 包含了公路总级啊 转程接驳 怎么样透过客运 我举个例子啊 会常常在花东来讲 会转程接驳的 要到受风的 沿寮水连 要到风滨的 他们会有两个地方转 那个会下车 就是一花脸车站 一个就是光复车站 另外就是 长滨成功 他会在哪里下车 就是在这个 一里站 有一长公路嘛 有一长公路 所以这个 转程接驳 怎么样去透过 你的公路总级 所能够影响的 这些客运 客运业者的补贴 都会影响 这个整个转程接驳 而且那个都是最弱势 最 最 而且那个都是什么 会做客运的 都是最弱势的 老弱妇孺 他们有车子可以搭满 所以尤其是夜间 你们可以 那个台务局啊 可以调查一下 夜间到达三更半夜啊 三更半夜到达这些几个站 然后他要转成 比如说光复站 这个一里站 但花园站不见得能够 预测的出来 但是从光复站跟一里站 可以看得出到底有多少 是要往这个 往这个最偏远的东海岸啊 所以这个部分也一并 谢谢谢谢委员的意见啊 因为那个公共运输 无缝接驳 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会也会请地方政府呢 我们会密切跟他合作 看需要什么协助 那对于偏远地区的这个公车路线 我们的基本政策是 一条路线都不会少 只会慢慢的再增加 然后呢 但是呢 很多的地方 它有它的特性 它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我们尽可能了解 但是地方政府也要跟我们 来反映 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协助 我们常常坐火车 常常就是到了这个 比如说到了花园站 凌晨几点钟啊 那就要等这个 第二天的公车啦 客运 要等好几个小时 尤其冬天啊 又很冷 所以这个都必须 怎么样去做一个人性化 考量到民众的需求 因为这个也是 跟你的那个离风啊 怎么样去输 把这些人潮啊 透过这个夜间去输运 也都会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部分 请这个部长 还有我们局长啊 那能多数考量啊 另外就是这个 因为发动铁路电气化 正在进行 相关的旧铁道啊 旧隧道 怎么样去一个做 整体性的一个考量啊 当然我们有委员说是 跟地方政府合作 这是一个方式啦 但是我认为啦 我建议啊 这也是跟你交通部 所辖的观光级 有很大的关系啦 铁路级 它可能没有这个专业 跟这个 应该是交给 你把整个旧铁道 旧隧道 它的规划 要怎么样去善加利用 交给观光级 就以发动来讲 就有发动 中国管理处嘛 他们本来就要在规划 这些相关的 这些自行车道的规划 在这个新设嘛 就交给 发动 中国管理处 来跟铁路级 来跟地方政府 由发动 中国管理处 作为一个负责的 因为铁路级 它这边是我们的专业嘛 观光理由 它不了解嘛 它原来的 这个原来的这些 这些 发动 中国管理处 所新批的 或者所规划的 这些自行车道 或者是它的理由路线 当然是它最清楚 部长是不是可以 往这方向 非常谢谢委员的 这个意见 事实上我们现在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 而且也有一些 初步的成果 比如说像安通 一马站那个地方 我们就是用旧轨道 变成一个自行车道 未来很多的 这些旧轨道呢 有一些是可以 变自行车道 有一些可能做 其他的这个规划 休闲娱乐 怎么样子 跟地方政府呢 我们也会跟这个 观光局的东莞处这边 来密切的配合 没有问题 我们会这样做 那个善家利用的话 花东重谷管理 是 它会非常迷人 有时候它们会使用到 私有土地了 但是如果是 透过你的这个 旧铁路 把旧轨道的话 它连私有土地的 征收的费用 都可以免了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照这样的方向 这个就请这个交通部 当然是铁路局要合作 要配合 另外就是那个电子票证 多卡通乘车的服务 在你们的规划提成里面 还是把东部 列为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服务 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配合 铁路电气化 一并就要去考量这个事情 是 这个 等一下我请局长 再进一步说明 因为我们的 这个铁路的电子票证 是以短距离通勤为主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优先先做的 这就为什么北区 还有多汇区先做 那东部它因为特质 比较不是属于通勤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也在规划中 是不是骑程什么时候 请局长说明 因为我们是受限于经费 所以放在这个104年 那因为这个 那边的整个的列车系统 我们现在也正在前盘规划 那如果等我们另外一批 这个通勤电车进来以后 在那个部分 我们会仔细的来规划 替代现有的普通车 还有一部分复兴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短程通勤系统的人数虽然不多 不会我们已经准备说配合新车进来 同时把这个电子票证引进来 是这样 因为现在长程的旅客 比较不需要用到电子票证 因为它没有最后功能 尽量去配合这个你那个电讯计划 还有这个火车站现在在改建 是是是 改建的这些也会有关系啦 对那会同时 咱们那些同时会规划 对对对 好比较到说因为原来的车站的改建 没有考虑到这些 到时候又要打掉 这个我们跟铁工具有很好的协调 很好协调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好我们谢谢郑天才委员的直属